今次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回顾、反省和更新 回顾有什么好处呢? 我相信大家都是有人生成长的经历 回顾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就认证了我们经历神奇妙的作为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这样说的 就是以同为监可以静意观 以使为监可以知兄弟 以人为监可以知得失 回顾历史是何等重要 特别是救人的历史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蒙神拯救 整个的救人历史记住在圣经里面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都是从圣经里面来去看神的作为 特别是在《生命记》第八章1至18节 我们下望就是透过神的说话 知道过去的日子如何来经过 今天我们怎样来面对 将来神怎样引导 我们很深信就是九龙城镇信会 在过去日子里面 神怎样来带领我们 神怎样来使用我们 今天我们正正在历史上的一点 我们就看看神怎样来使用我们 好成就神的工作 经文记作在《生命记》第八章1至18节 在大家面前有圣经可以翻开听我读出 《生命记》第八章1至18节 圣经是这样说的 我今天所吩咐的一切戒命 你们要紧守遵行 好叫你们全活 人数增多 且进去得 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 应许的那地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 你神的在亢也 引导你这四十年 是要苦恋你 试验你 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肯守他的界命不肯 他苦恋你 任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 刺给你吃 使你知道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 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这四十年 你的衣服没有穿破 你的脚也没有肿 你当心里思想 耶和华 你神管教你 好象人管教儿子一样 你要紧守耶和华 你神的界命 遵行他的道 敬畏他 因为耶和华 你神领你进入美地 那地有河 有泉 有源 从山谷中流出水来 那地有小麦 大麦 葡萄树 毛花果树 石榴树 橄榄树 和物 你在那地 不缺食物 一无所缺 那地的石头是铁 山内可以滑同 你吃得饱足 你要清众耶和华 你的神 忍他将那美地 刺激利了 你要谈慎 免得忘记耶和华 你的神 不守他的界命 典章 律例 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 恐怕你吃得饱 建造美好的房屋 居住 你的牛羊家座 你的金银增添 并你所有的全都家座 你就心高气傲 忘记耶和华 你的神 就是将你从埃及地 围炉之家领出来的 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抗野 那里有火蛇蟹子 干旱无水之地 他曾为你使水 从坚硬的盆石冲流出来 又在抗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马那刺 给你吃 是要苦恋你 试验你 叫你终久享福 恐怕你心里说 这货财是我力量 我能力得来的 你要纪念耶和华 你的神 因为得货财的力量 是他给你的 唯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 所立的药 像今日一样 一段不是很长的经文 但是记载了 以色列人一个历史时刻 特别是经过了四十年的抗野生活 去到一个地方准备进入英许之地 那个地方是哪里呢 从九圣经的地图 我们看到在死海的西北边 大约就是西十本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看今天的地图 大约就是在若旦安曼省市 其中一个位置 那我们说是什么地方来的 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那四十年在哪里生活 是抗野 抗野是怎样的 是不是好像我们新界的地方那样呢 山头野好多树木的 是不是呢 不是啊 抗野就是一片沙土 有山 有山 但是光秃秃的山 当你走过山 巧过山 跟着 都是见到一片的沙漠 都是山 茫茫的山 茫茫的山 和沙的地方 我们看到 四十年的时间 以色列人就在这地方来经过 好不好啊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 那我们会看一下那个时段 而特别的我要提的就是 在生命记有几个词会 是很特别的来提醒我们要留意的 其中一个就是 请听 即是说你们要听 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 要听的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戒命律例典章 今天我们仍然是在听着 另一个词会就是 紧守 就是你们要紧守啊 什么叫紧守啊 即是说 抓紧 不要将它流失 亦是 带着一个意思就是 世代相传 将我们所经历的 神的吩咐 一代传一代 直至是见主的面 我们说 将福音乐行 一代传一代的 或者是 将神的交道 一代传一代的传下去 正正是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在这段经文里面 有一个词会 特别是要提醒我们 就是 不要忘记 即是说要记住 不要忘记 神的戒命 律例 典章 和神在以色列人中间 所行过的 每一件事 接着我跟大家分享 从三个向道来到去分享 有三个河 不是圣事 不要想着就是 河镜委执事 河建宗执事 河镜明执事 不是 这三个就是河等的经历 河等的丰盛 和河等的训绘 和河等的训绘 在经文里面 让我们看到的 以色列人 他们亲身的经历 什么叫经历 是实实在在体验到的 不是骗回来的 又不是抄人家的见证 是自己亲身的经历 我们看回以色列人 他们在四十年抗疫生活的 哨恩和发生的过程 哨恩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三节 那里这样说的 过了多年 埃及王死了 以色列人因做苦工 就叹息哀求 他们的哀声达于神 是人的需要 一群属神的子民 他向神呼求 他说 神啊 可不可以帮助我? 神啊 你什么时候来到去拯救我? 神啊 你听不听到我说? 这些呼声 昔日的以色列人 发出 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或者我们未信耶稣之前 是不是这样向神呼求呢? 在历史记载我们一定要参考其他的文本 所以我们从《新的圣经》又看看 究竟记载这四十年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是怎样描述的呢? 在《使徒行传》第七章 《施提反》提及以色列人的祖宗的时候 就是这样说的 神差派摩西拯救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为奴之家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出埃及的记载》是神拯救的历史的记载 也是将以色列人 就是从这个奴帝的光景下拯救出来 奴帝是做什么的? 如果我们说他们当时在埃及这个地方 他们的生命价值是怎样的呢? 好像烂泥一样 就是可以拿起就可以扔烂了 我们知道摩西都是因为在这个光景下 在这个光景下来到蒙神呼召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地方 凡是生蓝鹰的 所有蓝鹰都是丢到河的 或者被杀死的 即是说 视他们的生命好像烂泪一样 随时的来到毁灭 神拯救他们 神按着他的应许 按着他爱以色列人的应许 他拯救他们 神拯救他们 另外一段的记载就是说 神透过摩西领百姓出来 在埃及 在红海 在抗野 四十年间 行了歧视神迹 在整个过程里面 原来神有很多的安排 神迹歧视在他们中间发生 他们怎么离开埃及的? 这群以色列人 是透过神施行的十灾 我们看到 神拯救他们 他们看到这十灾正正在埃及地发生 以至他们能够被拯救离开埃及 去加南地 就是神应去的地方 还有他们经过红海的时候 前无去路 后有追兵 神说摩西举起仗就可以了 怎么样? 红海分开 以色列人他们走干地经过 在抗野的时候 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 吃完所有的粮食了 没有粮食了 那怎么办? 神就供应他们麻辣 四十年的时间 或者是那个时刻 神的供应 神的拯救 临到他们身上 一个一个的神迹歧视 在他们中间发生 给他们看见 神是真真实实的 神是真真实实的 但是为什么呢? 他们会不信神呢? 其实神对他们有很大的期望 小唐传 这样说的 就是说 神领他们出埃及 目的是抬举他们 用大能的手 领他们出来 又在抗野 而且容忍他们 若有四十年 哦 原来神对这帮子民 有期望的 希望他们能够成为 伟大的民族 被神的使用 可像今天 主耶稣设立教会一样 神要使用我们 神要我们为他作见证 神要我们 在这个地方 来作金灯台 为主发光 虽然我们 九龙城浸信会是 众多教会之一间教会 但我们怎么看 我们每一位 弟兄姊妹呢? 如果主耶稣 是这个大的灯塔 能够照亮香港的地方 那我们呢? 我们是小灯塔 有没有想过 我们能够是导航 帮助人认识耶稣基督 一个一个的大道神的面前 神对我们 是有期望的 正如对昔日的以色列人一样 是有期望的 是成为伟大的民族 你都可以成就 神的奇妙的作为 还有 神拯救他们 很好地的 神帮助他们 认识神要带领他们去的地方 是很好地的 为何会在抗野四十年呢? 神的拯救 是要他们在抗野里面受罪吗? 当这帮以色列人去到加南边界的时候 要准备进入去 记得摩西猜显十二个以外的探子 去探路 然后回来的时候 很欢喜快乐 因为约书雅和加勒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真的充满了快乐 因为神给我们的是流奶与蜜 很丰富的 是很丰富的地方 我们快点进去 原来只有两把声音 是赞成 其他十把声音就说 不可以进去 因为那个地方 所有的人 好像巨人一样 我们可以好像炸猛 我们进去的时候 我们根本抵挡不住他们 神啊 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待我们呢? 实际的描述是记载在《文素记》十四章一至十节 那里这样说 请听 当下传媒众大声圈扬 那夜百姓都哭号 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传媒众对他们说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 或是死在这抗野 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 使我们倒在刀下呢? 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劳略 我们回埃及去 起不好吗? 众人彼此说 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 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传媒众面前 规探地的人中 乱的儿子 若孙亚和耶夫尼的儿子 加勒撕裂衣服 对以色列众会众说 我们所规探经过之地 是极美之地 耶和华若起愿我们 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 把地刺给我们 那地是流乃与物之地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并且任备他们的 已经离开他们 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不要怕他们 但传媒众说 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 各位 我们看到历史的记载就是这样 那群以色列人 跟着摩西的带领 看到云柱火柱 带领他们去到 加勒地的边界 准备进去加勒地的时候 却有这样的反应 为什么要带我们来这里 我们要回埃脱 神啊 为什么你要我们死在抗野 为什么你要把我们的生命 放在加勒地人手上 任他们杀害呢 神就说给他们听 我要带领你们进入加勒地 是美地 我要赐福你们 神起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但他们的反应是这样 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呢 为什么这样来对神所安排 有这样的反应呢 他们不认识神吗 他们没有经历过神吗 圣经里面形容说 他们在那里试探神啊 圣经里面形容说 他们十次的试探神 不相信神啊 我们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看神是不是很渺小的呢 因为我们眼睛看不到嘛 所以 神是不是存在的呢 当我们面对挑战 说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告诉人 你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呢 还是你自己已经说 神是令我生活艰难的神 我所信的神是令我生活艰难 我所信的神是令我受苦 我所信的神是令我礼拜日不能上班的 又或者另一个向道就是 神我给你聪明啊 神啊我更有能力 我给你更有地位 我自己可以帮到自己啊 是不是这样的呢 我们对神的态度 是不是这样的呢 当我们回来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想一下就是 我们不能够是苦福 我们不能够跪下敬拜神 但是 你心里面有没有跪下呢 向神苦福呢 你心里面是不是向神敬畏呢 所以这帮以色列人 在四十年的抗日生活里面 神苦恋他们 苦恋的意思就是 叫他们谦卑 苦恋的意思就是叫他们谦卑下来 这么长的功课 如果对比我自己信耶稣的年日的时候 我1985年信耶稣 直到今天就是2016年 32年的时间 如果相对以色列人 他们四十年的日子 在抗野 我还在抗野的里面 是啊 我要学谦卑 我们信耶稣很久的 很多弟兄姊妹 但是 我们是不是仍然在抗野的里面 神要我们学谦卑呢 让神来作神嘛 让我们的生命 正顺服在神的面前 不可以忘记 不可以忘记 神是我们的神 神是拯救我们的神 神是赐予我们封圣生命的神 神是赐予我们盼望的神 神是赐予我们永生的神 原来祂是神 原来祂是神 我们要学习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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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可以少看祂的 我们的神 对我们的爱 我们不可以扭曲祂 这个是我们的小心 所以我们尝尝要记住 记住 摩西要提醒那帮以色列人 四十年过去 是不是已经是草足弹药呢 四十年过去 是不是学到功课呢 你们仍然是要记住啊 这里所说的记住的意思就是 常常摆在自己面前 怎么摆在自己面前呢 有没有想过 或者你想问我有什么方法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 有一位牧师 他叫做Johnson Ottman 他是一位传统教会牧师 他见到弟兄姊妹回来崇拜 很好啊 准时的 但是发觉这位姊妹 没有生命 不是他死了 不是啊 回来的时候 好像行尸走肉那样 唱歌就照唱 师班唱的时候 大家就看着 你心里面有没有唱着呢 然后带着这个信息 永得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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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得圣的神 你有没有被感动呢 当你有感动的时候 你知道 你会大声唱 是吧 在我每次坐在台上高的时候 后面的声音是震舌 但是前面的声音不是很多的 如果唱到震舌我呢 我觉得大家 真的啊 你们有生命啊 但我都说 不是门面功夫啊 我们要知道就是 生命 我们看到是流露出来的 所以Johnson Ottman呢 他说 弟兄姊妹 我都不敢肯定 他们是不是有生命啊 因为不觉得 只是发觉他们不濫不易感 有没有所算神的恩典呢 没有的 有没有交通分享呢 没有的 有没有所算神的慈爱呢 没有的 回来就坐在那里 坐在那里走的 所以呢 他觉得 不行了 我一定要 好敢来到去鼓励弟兄姊妹 所以呢 他就说 用什么方法呢 用一首诗词 来到去鼓励弟兄姊妹 其中有几句这样说的 就是说 主的恩典 各样都要数 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 主的恩典 各样都要数 必能叫你 经啊 立时乐欢呼 有没有 电影姊妹知道这首歌是 什么名字啊 是啊 数算主恩 懂不唱啊 这里说的就是 什么都要数啊 神在你身上的作为 什么都要数的 好了 我们唱一次吧 主的恩典 各样都要数 主的恩典 各样都要数 主的恩典 各样都要数 你能叫你 经啊 立时乐欢呼 有没有 歌词没有音乐是不行的 但是不在了 音乐旋律 是配合 诗歌让我们能够唱众 表达 香神要赞美 所以呢 所以呢 当时有另一位的目者 Edwin Excel 他说呢 这首诗词真是美好 我很喜欢 因为呢 数神的恩典是好的 经常都记住 神的作为 我经常都记住 经常都提着 经常都跟人分享 所以他就去想了 为什么来对他配合这个歌词 我们就唱了出来 为什么我们有一个船都出来了 就是有Edwin的作曲 他是出身贫寒 很穷的 有音国恩赐 但是都要做很多的操作 或者叫做操活 这里形容就是苦工 但我相信就是 我们中间有民族苦工的 是不是这里 有民族苦工的 有时候我们做事 都很苦 当我们做了苦 的时候又怎么样 你想想 就是Edwin他作这首歌 的旋律的时候 他想想 就是主的恩典样样都会数 住的恩典样样 一边唱一边打 打什么 18世纪应该是工业革命 多数都打石头 是不是 开彩铁矿 注的恩典云云都要素 那又唱一样做的时候 辛苦不辛苦 又记住神的恩典 又完成工作 是不是很好 最好的方法就是这样 我们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唱出来 记住 每一件事都记住 当我们记住的时候 我们知道原来神真的在我们中间 但不单止你自己的经历 我相信今天下午 昨天 前一天的晚上 第一节目的分享 是他们的经历 他们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得到鼓励 你有没有试过和人分享 你自己的信耶稣的经历 你经历神的保护 供应和带领 有没有和人分享 这个何等的重要 神要他们经历的 可能我们感觉到是惨痛的经历 但是这经历 是神给我们管教经历来的 让我们学得更加谦卑 在神面前 在神面前 你们去 认我们自己 是啊 我们是神的指民 神拯救我们 神提携我们 神抬举我们 不是因为我给面子 我所相信神 不是我给面子 我来九龙乘证信会 不是我给面子 我就捐钱给你 不是啊 大家要明白就是 神是我们所侍奉敬拜 神是我们的拯救 神是我们的生命 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 第二方面 封城 是何等的封城 刚才经文讲到就是 在加南地 我们看到 很丰富的 有水源 有泥土 可以种植 还有什么 还有铁矿铜矿 什么都有 是不是真的 这就是以色列 农产品 我们看到 滑色彩纷纷 我们知道 那里有很多橄榄 毛花果 还有蜜棗 在这幅图片的最上方 我们看到那些 一个个很大的那些 是蜜棗 好吃吗 好吃 但我不能吃 因为一咬下去的时候 是很甜的 很甜 我从来都没吃过 那么甜的蜜棗 但以色列的蜜棗 那么甜 很难想象 我们刚才讲过 他们是抗野生活 从抗野 安曼约旦的地方 过一条约旦河 去到 去到 到若旦河以西的地方 以色列的平原 就是这么丰富 就是这么丰富 物质就是这么丰富 是一核之格 原来是真的 你看约旦的地方 沙漠一撇 但是约旦河以西 就是平原 和这么肥的土地 我们看回以色列的 礦藏的详情的时候 真的有铁有铜 都不少东西的 他们的GDP 当时的统计 2013年 就是7680亿的 以色列币的意思就是美金 这么厉害 好东西 神的供应 神带领他们进去的 就是这个的迦南美地 封城 你说40年 相对于那40年 是不是很悲惨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 神在不同的地域环境 祭遇和人的需要上高 都是有丰盛的供应 为什么这么说呢 刚才我提到就是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 两个月就开始有麻辣 麻辣由天降下来 供应以色列人的需要 有没有人吃过麻辣 麻辣呢 但是圣经营形容就是 一粒圆圆的白色的 奶白色的 好甜的 好味的 其实我都没吃过 但是圣经是这么形容的 他们每日之后都收这个麻辣 收够自己的份量 大约每个人呢 每个人的份量就是四磅 两公斤四磅 四磅的份量 在以色列人的 那个度量行为里面 是两额梅尔 就是大概四磅 四磅他们每日吃四磅麻辣 如果我想想就是 相比于我们香港四磅面包 然后早上早餐一磅面包 午餐一磅 晚餐一磅 还有宵夜都一磅 刚刚好四磅 够不够啊 好吗 四磅面包 白面包啊 圣经里面说的就是 那个麻辣呢 就是神的供应 他们收了之后 可以怎么做呢 圣经里面记载的 出一及十六章那里记载 就是说 他们可以来烧烤 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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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就是去蒸 炖 然后有些就是 硬碎去做这个饼 那味道是怎样的呢 味道 神经记载 味道如同混了蜜的薄饼 混了蜜的薄饼 混了蜜的薄饼 好好味喔 衣纸有些大公司才有 餐厅才有 好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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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辣 是不是很 瘁的东西 相比于 这个 加南地 我刚才看到的那些 田产 礦物 都是好的东西 麻辣 不是不好的东西 为什麽呢 正正就是在 经文里面 记载 讲完之后 讲完麻辣 跟着讲这个 加南地的封城 中间有一句经文 大家不要忽略 就是那段经文 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 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靠耶和华 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大家都很熟悉 是什麽意思 记不记得主耶稣 面对撒旦的施贪的时候 他觉得肚饿了 撒旦怎么说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将耶稣头 变成面包就行了 那耶稣怎样回答他呢 正正就是生命记 八章三节的版本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马辣太福音四章四节 是这样说 又这么巧 路加福音四章四节 都是这样说的 是什麽意思啊 哦 安慰一些 吃得不太好的 清茶淡白的弟兄姊妹 因为我们 等会儿去酒楼的嘛 买面包做午餐的 可能我也是 等会儿做面包做午餐的 你去酒楼 或者你吃鱼翅 是否这样比较啊 不是啊 不是这样比较 因为 什麽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就是神的戒命律例典章 神的戒命律例典章 比较以色列人是什麽原因啊 就是赋予他们 神子民的身份啊 我们呢 在圣经里面 记载 有人福音是这样说的 凡人接待耶稣的 就是信他命的人 他就赐他们拳并作神的儿女 谁信了耶稣的 谁信了耶稣的 信了耶稣的 请举手 是啊 睡了觉的不理了我 原来大家都是神的儿女 神赋予我们这个神儿女的身份啊 以色列人呢 就是神的戒命律例典章 赋予他们神儿女的身份 即是说我们有封城的属灵生命 如果比起这个封城的食物 物质 封城的生命 这个封城的物质是给了下去的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化 就是这样的意思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封城嘛 在不同的环境地域 祭遇和人的需要 神都给我们有封城 玛拿 加蓝地的丰富 原来都是封城的 无论我们在什么祭遇 原来神给我们 都是经历着神的封城 我初信主的时候 认识一位的弟兄姓赵 赵弟兄 他太太叫阿莲 他们两个做生意的 一起开酒吧 酒吧生意很好 就是每天就卖出一箱一箱的酒 一箱有多少支呢 我说的九支 大约而已 一箱九支 卖出去做什么呢 就是做批发 卖给一些商店 或者卖给一些聚会统筹的地方 开派对 很开心 因为卖出一箱的时候 他赚多少 赚400% 接着就是做门市 很多人来喝酒 奇门如是 由下午到夜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人喝酒 由下午到夜晚都有人喝酒 未必的 但是那些地方就是 从下午到夜晚 深夜都有人来喝酒 很开心的就是 买出一箱的酒 越买得多就越赚得多 由十万富翁变了百万富翁 由百万富翁变了千万富翁 开不开心 不是作出来的 是真的 是真的 但是信耶稣 他们 有宣教士去到中间 来传福音 信耶稣 当他们想耶稣之后 每买出一箱酒的时候 他们觉得 哎呀 买出一箱酒 给那些聚会 party 害人的 喝酒 喝酒 喝到烂醉如泥 男男女女搞在一起 因为 来到酒吧 看到那些人 买一瓶酒 或者买一杯酒 看到他们喝醉 走出街 躺在街上 又被人抢了所有东西 他们的生意 是赚钱的生意 但是 是害人的生意 来的 当时 他们有两个儿子 一个读幼稚园 一个读一年班 哎呀 怎么办呢 一人说 就继续做 赚钱而已 有另外一个 一些声音就说 哇 你是基督徒来的 你害人啊 你还做酒吧 接着 有些声音说 哎呀 怕什么呀 不做就笨了 可能做亿万富翁 也不一定的 很大的挣扎 但是他们不是因为 人说他们 你是基督徒 卖酒 就是害人 失去见证 他们不是因为这样 他们因为就是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 神口里所出的的齐话 因为他们有神儿女的身份 有风性 最后他们呢 将酒吧生意 卖了结束 不做酒吧的老板 他做主一学老师 挺开心的 每个礼拜都准备好 教学生 教圣经的道理 他能够是 生命 和他的心里面 是一致的 他看到 是依靠神 他看到 原来 封性的生命 不是因为有物质 当我们看到 摩西提醒那帮以色列人 你们过去经历 其实你们要学 贴秘 神给我们封性 不是因为我们有物质 是因为我们 成为神的儿女 有这个封性 所以你们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神的律例典章 戒命 还说了很多次 是吧 我们差不多每个礼拜都提醒大家 要读好圣经 做好见证 报道会 你说每个礼拜都提醒 所以没什么反应 为什么摩西在这里 特别再要提 就是 你们不要忘记 你们要紧守 神的一切 戒命 律来典章 是要再一次 强调 当头跑渴 因为你们 会忘记的 因为你们 去到花花世界的时候 你们会忘记神的 因为这么多工作 繁衣的时候 你们真的会忘记神的 看着那个市况 那个箭嘴向上 你向下的时候 你会忘记神的 你甚至影响了你的下一代 就是我们说 现在我们的盼望 的支柱是什么 对于我们的下一代 就是中文 英文 数学和通识而已 你知不知道这四大支柱 现在 大家不知道 应该知道的 应该 买广告也是这样的 或者我们看着那个箭嘴 向上 还是向下 那只牛 还是那只熊 那只熊 我们很忙的 忘记了神 人护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你生命的风性 不是因为你有物质的风性 所以摩西路再提 以色列的新一代 提他们 要紧守 为什么 会忘记 真的会忘记 看《约书亚记》的时候 第七章 正正是一个好的人版 当我们攻陷了耶利哥城之后 大家都很庆高采烈 但是 神吩咐他们 所有当面之物 不可以拿 因为会影响你们 神会降罪你们 因为你们不听神的说话 真的会这样发生吗 真的有个人版 就是阿干的事件 他做了三件事 拿了三件事 第一 是拿衣服 第二 五磅的银子 第三 就是一磅四个骨的金子 很少 体谅一下 圣经都有说的 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由不得我 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是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软弱 所以就是 需要耶稣 但正正就是提了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不去做 你是否施贪神 你真的信神吗 你真的信神吗 我们的心太过狭狂了 因为我们的心狭狂 所以我们 概括对神的尊重 圣经里面有另一个 内耳子 真是挺特别的 就是 在以色列王 这个系列里面 有一位叫阿哈王 做皇帝很好 他有一天 走出皇宫 看到 咦 旁边 有个葡萄园 商链的单位 刚刚在皇宫旁 最好做他的菜园 所以就跟原主 拿伯说 拿伯 我给你一个更大的葡萄园 你跟我换吧 那拿伯怎么说呢 语气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拿伯说了一句 很正气的说话 就是说 这个产业是祖先留下来的 语气就是 神吩咐过我们 要保持这个产业 神吩咐的 所以就是 阿哈回到皇宫的时候 有人问他 他为什么不开心 那样 就是那个拿伯 神吩咐他的 不卖给我 所以我就不开心 神吩咐的 就是圣经的说话 你听到圣经的说话 不开心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想过 你听到圣经的说话 有时我用圣经来提醒你 你不开心 还要借刀杀人 爷子一别 就是他太太 听到他不开心 那便想起来 杀了拿伯 但当然就是我们说 我们看的就是 很多时候 我们狂傲的心 遮盖了对神的尊重 听到神的说话 我们不开心 听到神给我们的吩咐 或者提醒 我们不开心 为什么 狂傲的心 遮盖了对神的尊重 警仙姉妹我们说 这个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黑性嗜探的三心 大家都听过很多三心 这个三心真的很重要 我觉得是比另外那三心 重要的三心 就是我们对神要真心的相信 真心的相信 我们要含伏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谦卑 四十年的日子 以色列人 他们都是学谦卑的 我们要学谦卑 让神就成为我们的神 不要看小神 不要忽略神 不要扭曲神 让神成为我们的神 若白富甲一方 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为自己维护自己的子女 他维护自己的产业 维护自己 所以他每天都献祭 认罪悔改 甚至就是为他的子女 来献祭 认罪悔改 做了所有的事情 是不是认识神 是不是真心的 来得去信靠神 沙特人说 你试试拿走所有的财产 他是不是真心的信靠你 真的拿走所有的事情 最后都满护得补 但是他说了一句说话 让我们很大提醒 就是以前我封闻有你 现在我真的认识你 敬拳有余约伯 他都说我都是一般的 认识神 但是最后 这些事情发生 经过了 我真的认识你 真心的相信 从你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你们生命的流露 你对神的相信 对神的倚靠 另外就是坚深的倚靠 我们说 倚靠神 不是因为神给我们的丰富 倚靠神 不是因为神给我们成功 倚靠神 不是神给我们的什么好处 无论是丰富 或者是缺乏 我们都倚靠神 刚才我说的就是 原来封信 在于我们 是神的儿女 这个身份 是重要的 第三 就是专心的跟从 神怎么带领我 我就怎么走 我最欣赏 和最怀念 我们中间 一位的传道同工 关卫英传道 关姑娘 大家都会认识 在每次发生的事情 无论是好的事 不好的事 关姑娘都说 祈祷先 祈祷先 因为我们想想 发生了事情 或者是撞了车 当然是 先报警 或者是先叫拖车 或者是先打给妈妈 打给爸爸 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但是 关姑娘就说 祈祷先 这种专心的跟从 就是从他身上学到的 以色列人 他们面对困境的时候 他们 是不是想很多方法 有一次就是 末底改 看到 他的死对头 要来去灭 他的民族 他说 以色列人 你想想 有什么方法 以色列人说 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不如整个族人来去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仰望神 神怎么带领我们 就怎么带领我们 神怎么带领我们 走去哪个位置 哪个方向 就让神来引导 神用什么方法 我们不知道 有时 这么没把握的人生 这就是信心 我们说 专心的跟从 让神带领我们 不是我们做好所有的事 你做好所有的事 叫神吸引 成就 是不是叫跟从 不是 你是自己帮自己 仍然是自己帮自己 自以为可以 你没有对神尊重 我们都要学习 来到跟从 让神 来到成就 他的工作 所以 弟兄姊妹 盼望我们 能够对神 传着谦卑的心 信靠信服的心 和专心 跟从的心 来到去 每天 每天的 来到侍服我们主 我们的神 我们同心祈祷 亲爱的主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你给我们有宝贵的说话 给我们有宝贵的提醒 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 学习更谦卑 我们更加专心 坚心 来依靠你 跟随你 帮助我们 每位弟兄姊妹 都是成为主你美好的见证 成为你福音的大使 成就主你托负我们的责任 我们在你面前 仰望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